2月9號 江蘇徐州民眾趙女士告訴新唐人 最近有不少博主到豐縣總家及八孩村 調查真相都被攔截 7號晚 又有大批女子駕車前去探訪 現場視頻顯示 這些女子在八孩村附近遭遇警察攔截和威脅 你不會相信的 你不會懷孕的 7號深夜 徐州當局發布通告聲稱 八孩母親是雲南的小花梅 父母已經去世等等 但之前封縣1月28號發通告稱 八孩母親是當地人 不存在拐脈行為 1月30號 封縣又發通告稱 八孩母親當年是欺負被獨家人收入 身分不明 第一個肯定是控制疑問 不讓發生 第二個就是對外人去的進行堵截 封路 封村 第三個就是拋出一分為分 邏輯不通 法律不通 含糊其詞的所謂的通告 但是依然是無法去平息我們的怒火 中國新聞前夕 有博主無意中拍到 八孩母親被鐵鏈鎖在破屋裡的一幕 之後 各位知情網友揭露 該女子年少時被拐賣到村裡 遭受非人虐待 同村還有女子被摧殘的不能行走 趴在地上20多年 還有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1986至89年 近5萬人被拐賣到許州 黃靖秋說 到現在30多年裡又被拐賣了多少女性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字 比如說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女孩 哪怕你在城市裡面 哪怕你是研究生 你很可能就在你去收拾的肉上 放學的肉上 去超市買東西的肉上 很可能就會被一面棍打暈 或者是一個毛巾捂住你的嘴 就把你拖著 麵包吃上去 等你醒過來就已經處在千百里之外的大山之中了 黃靖秋說 這種事情太多了 男孩一樣不安全 包括武漢很多大學生突然失蹤了 所以 關心爸哀母親就是關心自己 這種罪惡不被懲治 每個人都不安全 希望最高層介入 對外賣人口加大懲罰 看出這種罪惡的土壤 我不敢搞壞 瓜哥 我吃吧吃吧吃不 可能至少你料呢 好好好 吃完吃 wild 好